HELLO 大家好,我是永华 今天我们要继续把另外三个角色的分支职业的15级的终极技能解锁 由于时间上的问题啊 我担心等一下我又要重新路过消耗大家很多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一早就已经把三个角色一次过给练到了15级 因为这样我比较可以用最快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到15级的终极技能 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这个叫crossbow 我那天查了字典,那个字是读弩吧 是弩嘛,如果不对的话大家就不要怪我 毕竟我华文的程度有限 来,我们先就先从它开始 先让它转直先,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来 由于也是担心时间的问题 所以这三个角色我会把它分成三个视频吧 原本是想用在就是只用一个视频来分享完 但我觉得这样的话时间消耗上会蛮多的吧 毕竟等一下我录制的时间也偏长 等一下你们看的话也会觉得烦躁吧 所以你看已经15级了喔 这是方便你们 上一轮的话我的转直是弩箭尸 这个角色本名不叫弓手 我之前一直有被之前的游戏童话的感觉 我一直叫它弓箭尸 它叫小弩,如果没错的话那只是读弩 弩箭尸,我上一个视频是弩箭尸的15级终极技能 所以这轮的话我要转直的角色就是弓箭尸 所以我们就来转直咯弓箭尸 来,按下,转直 好了,完成了喔 看,雷神之箭喔 它的装备一定会被换走喔 如果是照我之前的经验来看的话 我们先看背包先 看到吗 它所有的那个crossbow啊 就是那个弩弓都已经被改了喔 全部被改成了弓 你看,真的喔,全部被改成了弓喔 这样子的话 嗯,这样也没关系吧 我们记住我们的正式 我们要去试招咯 就是要去看技能 好,任务完成咯 我们现在要去,必须去一个地方 打多一个副本 然后才能去悬崖边 那里,就是悬崖边那里的那个地图那里 我们去试招 看一下它的技能的效果 漂亮吗 咦,怎么又回到来这里啦 喝一杯啊,没时间先啊 就不打扰你了 你自己享受自己 来 15 这个也给它15 要三个15是吗 但我就要把它全部加成15啊 你怎样 它好像金钱方面不够了喔 应该是不够喔 你看2万多了耶 15 剩13000 应该是不够了吧 我觉得这轮 10 11 13 14 15 真的不够啊 但不要紧啦 没关系没关系 嗯 你要干嘛呀 唉 我走了我走了 不喝了不喝了 好咯 期待哦 看它的 看它的 这招 有什么 有什么特效喔 因为 这个游戏上 这个游戏的话 它在特效上的功夫做的蛮好的喔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视频都可以察觉到啊 其他的 他的所有的技能的特效 那个感觉 都很 都很漂亮喔 效果好 来 就是你了 又 又 又要强化先喔 重新重新 来 重新成功喔 你看它也替我开心喔 好了好了好了 重新完毕了 我们就 我们就继续完成任务吧 来 装备大师喔 OK好 我们先打完这个副本 就可以看到 对 就可以看到 就是 就可以去看我们要看的技能了 来 快点咯 就是删了 好 100% 进入副本咯 看 看弓箭的招啊 哇哇哇哇 它的第一招是什么招啊 哇 帅耶 这这 诶 它这个的 它这个的终极技能有一点 有少许不一样喔 它是 它不是它自身 自身的那个圆形喔 它的攻击范围 它好像是目标圆形耶 没有错的话 因为它还跳起来一瞬间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范围啊 就是攻击范围是瞄向前面的喔 但不要紧 我们先继续给它玩吧 打完它 打完它先 哦毕竟它也是一个攻击手吧 这个最基本的逻辑我应该知道吧 我怎么那么笨啊 攻击手的话 自身圆形不是怪怪的吗 因为攻击手都是远距离 远距离对战的喔 好 Boss出来了 Boss出来了 应该可以很快秒杀吧 我看好你喔 但是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啊 但无所谓啦 人杀掉它就好了吧 不是吗 精英喔 这个是精英 精英珠喔 快点 来 这个是假如是 是弓箭师的话 它绝对不可能会 续成到小奴的任何技能 它所有的技能都是新的 包括装备也是 因为它只是个分支的职业 五千块也拿不出来啊 真的啊 我这些四丸号都好穷喔 全部都是穷光蛋耶 来 要开始咯 可以去试我们的招咯 好 100%通过咯 来 你一定要跟我说去找前方的小女孩是吗 怎么还叫我去跟她交谈啊 地图不用啦 我回去了 和前方小女孩交谈吧 她都好像是一个要自杀的小女孩吧 我怎么要去跟她交谈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她的对话 我们去稍微给播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她的对话 因为我记得她好像是说什么跳下去什么的 因为我也没有仔细看吧 那她说的前方小女孩的话 就是这家伙 就是这家伙 叫玛丽的家伙 等一下等一下 我怎么不可以跟她说话呢 我要按任务那边 你看我正在学校在望风景 跳悬的人在悬下望着 哦不是她跳 真的是我真没看青球 你看我给你们的资讯都错完了 人家跟你开了个小玩笑 对了最近的鲜花 峡谷危机重重 都是因为什么 什么什么泳之潮的怪物们啊 我真是不会读啊 据说想要了解这个危机是什么 就必须找到什么泳之潮的路口 我看我看那群木精灵 哦又不会读了 微奇怪 也许鲜花峡谷就在这里 OK好了好了 不理你了 我去打我该打 不是打我该打的 是我该试的招 可是好多人耶 不要那么多人好不好 像那么早而已哦 你们都这么早起身的吗 你们拜六没有去跑吗 来来来 这个的话 你看我先试它的第一招先 这招 是美的 美的哦 箭语吧 这个应该叫 OK这个是打直线的 没有错的话 这招呢 这招是转前转后转前转后转前转后吗 这招 这招的话应该也是前方位置而已 来就是它的终极大招 OK 来来来来 哦太卡了 太卡了 真是卡 我还选择了一个全新的服 我没有想到还会有那么多人哦 我毕竟以为是刚开始的 刚开始的那几个服比较多人吧 幸福比较少人 可是没有想到还是那么多人哦 证明这游戏 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有10万人了吧 是什么10万人预览还是10万人什么 不清楚耶 来来来 OK我们就看它这招 雷神之剑 你看终极记哦 雷神之力觉醒 射出雷神剑 引落三段哦 大范围天雷 有效范围全屏 诶是全屏吗 但无所谓啦 但它只要瞄得到怪就好了吧 冷却时间30秒 单次伤害 3次120再加100%乘3就是总伤害了哦 来这个是剑鱼 对哦果然没有给我讲错哦 真的是剑鱼哦 你看它第一招 所有角色第一招都特别强的哦 10世纪射出魔法剑 幻化成密集剑鱼 这造成5次范围伤害 有效范围是目标原型 诶啊对 咦怎么会目标原型呢 目标原型的话就感觉怪怪的吧 你应该是要向前方打才对吧 目标原型 诶对对对目标原型 哎呦搞错了真的是 自身原型才是自己的范围 目标原型的话就是说 远距离的话也是那个范围那么大 冷却时间15秒 单次伤害是5次 42再加30% 有点少哦 可是乘5的话应该会有点效果吧 这个的话是蓄力机 是鸡飞机哦 蓄力射出暗影剑 是暗影剑吗 鸡飞经过敌人造成 造成穿透伤害 哦穿透咯对啊 这是直线啊 因为它有效范围是直线 前方直线 就是直直一排去哦 冷却时间的话是15秒 总伤害的话是271再加198 198% 嗯不错 这个的话是伤害剑 头什么什么不会读耶 两枚急速旋转的回旋 轮标 对周围造成双重伤害 有效有效范围自身 自身原型啊 对后就这个了 刚才我看到 它的较光是向前的向后 向前的向后 所以这个重围攻的时候可以用吧 冷却时间15秒 单次伤害是4次 34再加30% 嗯 乘4就是总伤害 怎么感觉 剑语的话是 42再加35次 这个是34再加 啊还是剑语比较强哦 那无所谓啦 来我们看最后一招 最后一招 这是什么 震荡闪射吗 是这样读吗 读错别骂我 各位 控制剂 快速射出强力飞弹 击晕 哦你看是不是 果然我的分析是没有错的 所有的角色的第四招 就是晕眩晕的技能 把怪打晕哦 你看什么 击晕射中 击晕射中敌人造成大量伤害 你看有效范围 散行冷却时间15秒 总伤害是128 再加120%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再看多一次哦 因为刚才 还不是看得很仔细哦 你们 各位 各位哥哥姐姐们 能让小弟 啊对对对 我忘了一下 我上次还有跑去这边 这边哦 这边试招哦 毕竟那边没有人吧 好 你们稍等一下哦 这个试完 我就 我就要换另外一个角色 来解锁它15G的技能 也就是让它二转 好了 好了 过了 别跟我说这里也很多人哦 咦 不错 也不错的也没有人 没有人 诶 诶 怎么 有啊 有人啊 我是瞎了吗 既然没看到 来我先看它的 箭鱼 你看不错哦 怪的范围你看 如果我再远一点设计的话 我看一下会不会有 一样的效果啊 因为我靠近它的话 它是 它是以一个圆形来 来做计算单位吧 所以我在这个 这个范围试看一下 诶 诶 诶 真是的 疊比我用出口骂你们哦 先闪先吧 让我试完招先吧 毕竟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好吗各位 你们的任务怎么做那么久呀 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5级 之前要做的 要做的任务啊 对啊没有错啊 怎么可能那么久呢 16只而已吧 打这个 哦对啊真的 它是以瞄准怪的单位 就是想 那个圆圈不一定会在我脚下哦 然后这个的话我就看一下 这个是直线啊 对啊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吧 就不看了 然后这个的话你看 这个如果我中围攻的话 它是有帮助的哦你看啊 你看你看 看到吗看到吗 它是转前转后转前转后了 就是我所有范围之内的人 怪都会中哦 就是我自身的原型就对了 然后这招的话是打晕的话 看一下这招 你看三行 它就只有一个算出来的话 那是一个等下 我们全屏的话是180度的话 那个我也不知道大概多少度吧 大概60度左右吧 如果是一个三行算到来的话 60度这样吧你看 就是这样 OK你看全部 全部连晕的机会都没有啊 来这招了 终极大招你看 妙就是下你看 它不在它自身的原型里面哦 也许那个怪再远一点的话 它的那个 它的目标 圆圈目标锁定的那个范围也会拉前去哦 让你看你看 再看一下 哇快点呢 30秒毕竟也太久的吧 30秒我能做好多事情了耶 所以请你们快一点好不好 快点哦快点哦快点哦 所以 来我要试多一轮哦就是这样 你看真的哦它的它的范围 你看到吗看到吗 它的圆圈圆圈范围的话都是以 以怪的那个目标为准哦 好了好了好了 就到这里了 这就是 弓箭师 就是 小奴转直弓箭师的15级终极技能 好啦 我要去换个角色 换个角色给大家看哦 所以在这里拜拜